好 剛才我們兩邊煮這個麵 沙茶牛肉炒麵 很多人都喜歡吃 家裡面也會炒 可是我們在節目裡面示範過 我這五六次 還是覺得有地方覺得自己 不是 我們剛剛兩邊哪邊做的比較像 在香氣來講 你這邊略勝一炒了 香氣上面 是 那就好 那我們現在抓味道的同時 程哥剛剛有一個動作 做得非常好 那艾力克斯這邊就有一點忽略 枕頭挖進來其實不好 你只要用油提香就可以 真的 用油提香就可以了 因為你一放多的時候 這邊沙茶醬裡面的這個醬渣 它會刺激這個牛肉會柴的 你香味一大進來才可以到位了 好 好 沒有人自己煮自己蛋 有力 然後呢 放一點點的水 一點點的湯 一點點的香油進來 因為我們剛剛是放沙茶油嘛 香油進來 加了糖水以後 牛肉的味道呢 它不會拉低 我的份 好 那因為有水分以後呢 有水分以後 那麼當我們把玉米粉撥進來的時候 它容易吸收 好 那現在這上面 加麵粉 加這麼多油 對 這個我就不知道 目前完全一樣 因為油多一點的時候 你在爆炒呢 比較好炒 它好炒 比較好啊 那麼也因為你這邊的油多 如果說你鍋底的油溫火候經驗不夠的話 它還會幫你降溫 好 那麼一進來以後這個是冷的嘛 有 所以 它就不會 它就不會豆滴 對 它就是豆滴 因為它後來還是只有分開了 油會油 肉會油 它就這樣烤了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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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它就烤了 對不對 厲害 好 那這個時候每一條肉呢 它就很滑嫩 這溫度還很高 還很高啊 還很高 那你看還有血水 它慢慢分解出來 對 所以肉的鮮味還在這裡 那現在首先用一點點的 這個鍋底的油 胡蘿蔔絲 就這麼一點油夠了 夠了夠了 不必要太多 我們後續還有很多 跟它相關油脂性的東西 都會帶進來 對 避免說吃了 沒有 不會乾 不會乾 對 剛剛有一點點油 不會乾 對 好 那現在呢 來 這些佐料進來炒 我用誠哥剛剛的手法 沙茶醬炒一炒 你又要貼了 又要貼了 香味炒出來 這個動作是對的 讓它小滾一下 沙茶醬的味道滾出來 所以就讓它去滾這一個味道就好了 終於有個動作我有做到的 好 那這個時候 它滾它的 我們就不慌不忙的 把這個麵的下水鍋煮 麵裡面不用加鹽 要加鹹的東西 但是不用加鹽 加醬油 好特別 讓它麵條有一點醬油的香 讓它上色 那有一點醬油香的時候 你放在這邊炒的時候 你這邊的醬油味道不會很重 但是它已經有包覆住了 我也沒有 我只加鹽巴 就像米麵條 米麵條 加醬油是第一次看到的 對 我也有 因為你有一點醬油 包覆在麵條的外表 來 其實就算你熱拌麵 它這邊的香味都有到位了 那這邊煮一下 沙茶醬的香味 醬渣裡頭的感覺 把它煮到作料裡面來 我剛剛有 我剛剛如果把牛肉撈起來就好了 對啊 我剛剛想說 你怎麼沒有分開炒 因為想一口一吸二吸 沒有時間 它那個炒的聲音聲漂亮 你們剛剛都沒有 有 有 我後來有 我還沒看到它 它是很味道的聲音 它很香 很香 好 它這時候牛肉 等它拌一下就起來了 對 它這個很嫩 對 它有下鍋 香酒 對啊 米酒 米酒OK了 我剛剛我牛肉有起來 差不多是對的 完蛋了 完蛋了 差好多 你還懂 還懂 剛拌了拌的時候 牛肉也不會過了 完成了 來 砂糖牛肉炒麵完成 完成 完成